哈喽大家好,我是花百科的花花 今天呢我们来学习一下九里香的养殖方法和注意事项 那九里香呢,它又叫七里香,千里香 像周杰伦的七里香说的就是这种花 那这种花呢,它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花开了之后 有非常非常好闻的香气,可以香飘十里那种啊 这是它名字的由来 那它的花期呢集中在四到十月份基本春夏秋时节都能够开放 花期非常非常长,尤其在南方的九里香是比较常见的啊 我们在路边有可能会看到啊,隐隐约约都会闻到香气 九里香它不耐寒冷啊,室宜的温度就在五度以上 所以呢,南方的朋友可以递灾 但是中部和北方的朋友就不能递灾,只能盆栽 那冬天的时候呢,要把它放进室内去保暖 不然呢,它有可能冻死的啊 那第二,那第二方面就是盆栽的问题 因为呢,九里香是南方的花卉 所以它,呃,洗酸 北方的那个土壤盐碱性比较严重的话 大家可以把它盆栽 然后用釜叶土,或者是红壤土 呃,或者是沙土 这种透气历水性比较好的土壤去养它 而且呢,要让土壤呈现微酸性 这样呢,它就不会导致它缺酸而发黄 出现后续的一些问题 那九里香它是比较喜欢光的一种植物 大家呢,还是要把它放在家里光照比较好的地方 光照比较充足的话 它开花比较多 而且呢,花的香气会非常浓郁 但是呢,建议大家呢 不要把九里香放在室内 尤其是卧室去养 尤其它开花的时候 因为它的香气非常浓郁 所以可能会影响人的睡眠 所以建议不要把它放在卧室 一般来说呢 拨种的小苗养两到三年就可以开花了 生长非常迅速 那平时呢,我们可以放湿外尽快地让它淋雨 淋雨之后呢,它会长得非常快 但是呢,我们盆土里不能让它长期是湿润的 如果是频繁的浇水 土里是湿的话 长期积水会容易导致它烂干 所以我们平常浇水之前把盆垫起来 如果盆清了或者是表面盆土发白了 你再去浇水 浇的话一定要浇透 那最后一个方面就是施肥了 很多话也说 为什么我的酒里香不开花 那可能就是缺少磷甲肥 那磷甲肥怎么补充呢 建议呢,用花多多的二红或是磷酸二清甲 家里如果有这个腐术好的桃米水也可以啊 那你不能一下子把没有腐术的肥 或者是很浓的肥倒进来很容易烧根 一般来说呢,水溶肥兑2000倍清水左右 如果养的时间久了可以兑1000倍清水 这样浇灌之后就没有什么烧根的风险 好了,关于酒里香的养护方法和注意事项 我们先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吧,拜拜 拜拜